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有一个加入好友的一个欢迎讯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他那个画面的部分 什么叫做加入好友的欢迎讯息 他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画面 那我们对照一下真正的手机画面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简单讲他其实是 是可以改的 我们用另外一个观光章来看 这边有一个 譬如说我们滑到最上面 一般你的那个耐好友啊 他刚那个加入你这个耐官方账号 他就会先看到 上面这一段 我感谢你将本账号加入好友 这个只会出现一次而已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那一个 官方账号的话 在这里 他就像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官方账号他比较新 那很多内容都 还没有建好 那我们再 回来 官方账号的后台稍微对照一下 那这个就是 他的一个 简单的设定 那当然 有需要的话 还可以再加买 因为他就是有 有一个区块式的 譬如说 我这边打1,2,3 或者说我给他一个 贴图 这边里面有一些预设的贴图 像这样 或者我可能把公司的那个 把公司的logo把他丢上来 那丢上来之后呢 这样子 这样子你的官方账号好友 一进来就会看到 我可能是某个 我确认一下我没有跑错官方账号 这是我某个 那个 这个是我 我的那个 我进来的官方账号没有错 这样 那而且他还可以调位置 像刚刚这个logo 在最下面 我们把它调到上面 这样 然后再预览 这边有个预览 那当你把它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当然你就要储存 那因为我们是在测试嘛 所以我这边就不储存 那这个部分就是 关于 加入好友的一个欢迎讯息的一个设定的部分